我是你的财经科代表陈俊 今天我们聊到最熟悉的某乡人 可以这样形容吗 就是从小我们就很熟悉的罐头 但是可能不少人最后一次吃罐头 比如水果罐头 也许真的就是小时候吧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 曾经根据十三五期间的统计数据测算 中国人还是不太喜欢吃罐头 就不到步不得已不会去吃罐头 海外消费者人均年消费罐头量 都在20公斤以上 海外市场国内市场都有很大的空间 你小时候喜欢吃那种水果红头关注 是不是就其中的一些添加成分呢 我不会 我没感觉 对 因为很少买 然后他们不买 我也不会要 因为食物的腐败 由细菌和梅菊引起 只要格局微生物 就能防止食品快速腐败 美国好多二种事情 有关注 可以的话 好甜 在我们的结果社群当中分享一下 还可以聊一聊 你对于罐头的那些童年回忆 或者长大后的体会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室国有一定的重新思路当中 就是室国的时候太瘦了 我以罐头的经典太子 你有多久没有吃过罐头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 结果最后 就以这首电影卡车的社会员 我是沈君 感谢你的收银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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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瓜大都市 不过就是这样 跟纽约产 挺纽约干净多了 我觉得 你去买个地点 对 对 我开始怀疑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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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企业不都是有钱了 就做房地产吗 哈哈哈 像九遍 确实像九遍 穿汉服的妹子 现在常常可以在街上 看到穿汉服的妹子了 你刚刚看到了 嗯 就是 可能是跑到家边去拍什么的吧 是 我还有一个学生家长 可以来看看 没奔 对对对 对对 发的很多飞碟也一样 然后 这边就是属于叫 哦 世伯的这个商店街还是什么 世伯云 这个地方叫世伯云 这都是吃饭的 都是商店 我的板就是来这里买的 有一家 板 有一家店叫做黑桃 黑桃 就专门卖户外滑雪装备 今天回去了 把它上架 专门跑了 你再来马上 世伯云 远之那个 原济 哦 哦 哦 看到那个字了 哦 看到没有 哦 哦 哦 嗯 嗯 嗯 那会儿吃饭就来这吃 不管说实话我也没记住 因为真的排队的人太多 那会儿不是说排队还有预约 越来越不少的那种 你让你去抢那个新西兰的打工德的钱 对 还挺漂亮的这个钱 还有沙特的管 还留下来了 好几个场馆都留下来了 就是没有拆掉 哦 真的 不是说话 很多人都在这边 我说过这边 是什么 上海的 有趣的 上海的 上海的 上海了 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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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館 我沒聽聽 再說一次吧 導航到沙特阿拉伯館 有這些目的地 我們去哪兒的呢 大使館 可能沒了 拆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中國館留下來了 因為他當時那些個場館的建設 都是搭的挺快的 挺臨時的建築 有一些歐洲小國的建築可漂亮了 我跟你說 每個場館應該都是他們自己來設計師 來人 設計和建設的 是我還是弄的挺好的 2012年 我印象還挺好的 除了就是排隊 弄的好 所以才排隊人多的 真的很漂亮 這個就是國家的小建物建的 然後進去以後 他就是在一個小場館裡面 給你展示這個國家的文化特色 然後還會有一個小商戶店 專門售賣這個國家的一些周邊 就你在上海也買不到了 只能去那個國家才能買到的 一些特色的一些文化產品 像我那個瑞士金刀 你現在在英文裡面 就是當時在師伯的那個瑞士館買的 太看不太多口氣了 哎 整個牙也可貴了 去這個地方整 對 我爸去種了 八顆牙 一萬一顆 天啊 還可以把裡面八顆加牙 八萬塊 對 我媽說我爸年輕的時候 也花錢了 老了還花錢 越老越花錢 這才哪到哪啊 對 他不是沒有社保嗎 因為我爸沒有買過社保 然後他也是一次性買斷了 前幾年的時候 就是一次性不知道交了多少錢 反正是買斷了那種 就是為了他那個醫保 配修金倒是沒多少 反正沒有五位數 就是全年家一塊兒 得有十二萬 因為他們平時還會 也算很高了 大幾千應該有具體多少 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那個我找的那個人住院嗎 他說 他說他們家哪個親戚 還是在縣裡面 可能就是月入 都能有一萬了 我說我覺得 那個 縣裡面退休物資嗎 不可能吧 他可能幾百個 就比如說是個校長之類的 我爸就是不可能的 我媽媽的股票 你猜猜多少 三千 沒有 兩千不到 因為他很早就把他內退了 他很早就跟著我爸出來大了 他等於就是沒到股票 他就已經離開了 這裏叫三剛里 也是一個小型的吃飯的地方 我們來這吃過還得撈 哦 我們可以一會路過我來上台的第一個 就是跟著我師姐來我們 就是跟著我師姐來我們 就是我們有一個有一個住宿 就是在這附近 就是在這附近 在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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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大概蹲了三年 兩年多 可能三年不到 我媽的退休應該是有三千 你媽也這麼低嗎 工人 然後 我回去了 我媽說 咱們那個 咱們一天吃一百塊錢 夠了吧 說就咱們這麼吃 一天五十都吃不到 然後我們撒比著賣破爛 基本不用花工資 賣破爛 撿破爛 賣破爛就夠了 我媽現在有時候也是搞那種 她年輕的時候沒這樣 她現在這樣 就是比如說 拿個盆接水 啊啊啊啊 是不是都這麼多 我們家從小就這樣 那個是我們有一次 我們小的時候 我爸他們單位組織春遊 就是到北京來 然後我媽寫得特別清楚 那個時候我才六歲吧 都上學沒上學的那個樣子 然後我媽去逛北京百貨大樓 就在毛虎景大街上嘛 我跟我爸在外面等她 我爸就跟旁邊的 在外面等著的那個 撈課跟人家學的 學了之後 就一直這樣 這樣就是不跳表 對不對 對 接一盆然後我爸很煩 像我媽這樣做 嗯 然後就覺得天哪個盆放在植村那兒 洗手都不能洗 巴拉巴拉 那你們可以 可以自己再多弄幾個水管嗎 就我們家就這樣 沒弄了 然後就是我們家燈 不是可以開 威的 中冷的牆的嗎 嗯 我爸就是習慣性的 就是開最大的 然後我們家每次給他關了 然後他就很嫌棄 我媽每次給他關了 因為他有時候在做事情需要那麼亮 嗯 我媽就覺得為什麼要照這麼亮 啊這個你可以跟阿姨講一講 就是那個燈哈 就比如我家現在那個台燈 就五碗 其實五碗 我因為我台燈哈 就已經很亮了 那個啊 我覺得我那個燈都能照到 要開著門的話 照到走廊 都覺得挺亮的 然後一度墊 好像五毛錢吧 嗯 是一千瓦 那個燈 五瓦 十個小時 嗯 一度墊是一千瓦一個小時 我想想啊 那個五瓦的話 就是可以點二百個小時 所以你就要換個燈泡 不不不 就是根本就不太費電 就是說二百個小時 才能一度墊才是五 才花五毛錢 那個已經 那個燈就是一個不什麼 不是很好能的一個燈 對 不太費電 但是我媽現在就很 很省嘛 但是越老越省 對因為他們 賺錢他也不會這樣 就是這個賺錢能力 下機業了之後 他就只能省錢了 就不能拍圓了 就只能節流了嘛 對的 我覺得老人就是這樣想 所以我現在也是這樣想的 也許我等我以後 賺錢能力又起來了 可能就不會那啥 我現在其實沒有賺錢能力 我也不會想那個 省這個電錢 因為你回頭 把眼睛弄壞了之後 這眼睛的錢會更貴 對 我在家裡是開兩個燈 因為我那個 它五瓦的那個台燈 它再亮啊 我需要周圍一起亮 所以我就 上面那個大燈也點著 然後我以前 住在大外甥那塊的時候 我上面的那個燈 是個40瓦的燈泡 那大外甥整天說 你這屋燈這麼亮 我就不說你嗎 我說沒有 我說能看出來這麼亮嗎 她說 你那一開門可亮了 這是你最專門的一個四周圍嗎 不是 是那個年那個 就是來收拾上海那個房子 它那個房間裡那個燈 那個房子多小呀 那個燈搞那麼亮 然後我就把那個燈泡給拆回去 然後給他換了一個小一點的燈泡 因為給客人用嘛 沒有必要弄那麼亮 但是我自己需要呀 我就給他換了一個 然後 我姊姊每次來我家也是 我們家很暗 因為他們家也是那種 燈很亮的那種 對他們得要給孩子弄那麼亮呀 就那樣他孩子都已經筋食了 就那個症狀很厲害 我正人家可以做的症狀 你想他如果以後 給孩子做個精神炎手術得多少錢 他現在費點電費才多少錢 他現在就是比那個OK鏡 都是兩三萬一部 OK鏡你知道什麼嗎 不知道 矯正精神炎的嗎 對 他就是那個OK鏡 他需要像你精神那樣的東西 然後他就是晚上帶著睡覺 早上起來他的視力是正常的 要每天晚上帶著睡覺 這是一個什麼科技 因為你買他的原理 把眼睛弄薄嗎 壓薄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近視其實就是你的眼角膜厚了 是吧 還是這個原理 他等於就把物理性把它壓薄 早上起來你就沒有近視的 他就不用戴眼鏡 他就可貴了 這個還得過幾年就得換一副 過幾年就得花錢去買一副 哦 對啊 那你說當時 那當時他們弄那麼亮 肯定也已經就是考慮這個了 即使是這樣 他也是攔不住的 他是有新天性的吧 因為我姐視力也不好 哦對 這個應該是有一副 一副 他老公視力也不好 我去試的那個朋友就是那個眼睛下就特別厚 當然人家學習好 然後他那個大兒子我不知道 小兒子 那年我一看春節去他媽他們那塊擦那個橱櫃什麼 都說哎呀 這麼小點就開始帶勁了 這得躲在學問呢 你眼睛多少度 400 我也差不多 我可能還沒有400 我散光比較嚴重 其實近視還好 200度不到300應該是 然後那個我小的時候就上大學之前的那些書都在我床底下放著 後來就是那那個下水道嘛 那些書就全都淹了 本來那個我媽老早就說讓我處理那些東西 搬來搬去的 有的時候找點什麼東西他們就老先 而且年紀大了嘛 那書又那麼沉 整天說讓我收拾收拾賣了 用不著就賣了 我也不收拾到最後淹了 淹了後來就全都賣了 然後讓我爸去賣嘛 我爸就 哎呀看著這麼多書 這多在學 然後 我爸早就退了休 他就已經全都處理了 就估計就剩了點什麼 毛澤東文選 我看還有什麼陳雲文選 我那個他就等著回頭就是 賣古董吧 等著他就跟我說 留給我 爭取一本書能換一套房子 我爸還有好多 有那種孤本的那種毛澤嗎 是類似的 哦 他不一定是 之前就是在這邊混的 這條路叫南馬頭路 這條路叫做超里 南馬頭路 這四個字 這條叫超里東路 這條叫超里東路 還記得這些烤鴨居然還有 普通烤鴨王子 哦 厲害 以前我們住的地方在裡面 裡面有一棟樓 但是專門叫不住 一棟樓專門 一個兩層 兩層的一個建築 它其實不是一個住宅樓 你知道嗎 它應該是一個 它原來應該是一個類似於什麼 聚養櫃這樣的地方 辦公室 對的 辦公室 對 然後就把它弄出來 丟不住 就佔了人家無業的辦公室了 對 以前這位菜廠 現在還有一個菜廠 這位菜廠不好吃 對 今天在這一袋裡 這是什麼河的 小河河 不知道 又是個什麼河 對 齊河路 然後每次我們的學校都在我住的那邊 其實每次 鳥子不鳥車去 上班那時候 對 特別遠 我覺得很遠 每次要坐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晚的話就打車去 反正電話大家都沒車 對 那時候比你老的老師也沒車嗎 沒有 我來的時候其實都還算年輕 你想我那個機友就81年的 就比我大 四五歲 嗯 都沒車運 那會兒都過得 不是很有錢我感覺 真的就是 這十 疫情前的十年才 四五年 我又沒有十年起來了 就我起來的時候 大家同事也起來了 嗯 我剛略的那會兒 就是也 也不能說窮吧 就是也 還談不上這麼多錢 那會兒科生肥給低 什麼多低啊 我記得剛才中間的時候 一把還是多少 一屆課給我們老師 當然現在也沒有高到哪裡去 但是已經那個時候高了 我們豬州都開兩三百塊給一屆 我一個妹妹在豬州市場裡 她老師也 兩百塊一屆課 哎呀如果你要是回去 也能有這樣的聲援呀 那肯定沒有 我覺得是沒有的 就剛一回去可能沒有 就是慢慢坐起來嘛 沒有這個氛圍 就普通路做的 上海都做得這麼難了 地方呢怎麼可能會比上海做得更好呢 好吧 那就錯誤在上海 就把普通通通房設定住基 有那種連通房都不知道人家怎麼申請上去 去上政策申請呗 需要提供你的收入證明之類的 是吧 嗯 要請單位開證明 這連通房多好啊 它永遠不可能會有房東來趕你之類的 這種事情發生 這塊是 剛剛後面就是連通房 嗯 是那麼集中白色的那邊 你看 連通房我可以的條件挺好的 但也沒有很便宜啊我跟你說 我大概七八年前看過一次 也要兩三千塊錢一個月 就那好像兩三千多了 也就比我現在住的那個房子 市場就稍微低一點 就也沒有好像低到你覺得好便宜的這種感覺 他就沒有那種會被要要求離開的那種顧慮 嗯 版本的一些碎片 版本龍心 我沒有收到他同性戀 但是我收到他離婚了 有一個女兒 好 我們一會兒又給什麼 賢菜 賣個快樂 對 什麼鮮菜 鮮菜 可以先不用買 還有兩個鮮蛋 今天的那个吃完还有两个 路过一个好停车的小麦包 对 南华锦丘国系 那边反正也是一个 河马里头有一个 自从河马 遍地开花之后 就有一种房子叫河区房 北京有河马吗 有 就是马云家们家的东西 我们那个金桥是全国第一家河马 就是我家的 然后马云还来过 那时候还有新闻 说马云在现成金桥 河马金桥店的时候 刚走的时候没有什么声音 但是我们去还是更愿意去加勒福一点 加勒福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 加勒福整个在亚洲都已经覆灭了 对 它的配送跟不上 它的配送系统跟不上 它也不改名是吗 就这么长都叫羊豪路 从这里开到那个山谷都可以 都是羊豪路 山谷的羊豪路 就像长安街嘛 它在往七开就叫复兴路了 我做啥都是上了车就睡了 所以中国这些年发展还是很迅速的 是肉眼可见的 这个桥 这个小桥 小桥架 我离开这块的时候还没有 这两年前 这块我好像没拉 其实往右边走 可以从那块回去 就上那个高架路 转转转转 我觉得只行吧 上高架路 就是那些羊豪一直开 可以开到山 不过住这个的人 不会去那家山 因为这附近也有一家山 不是那家山 我会便宜吗 来搞桥保水器 没有没有没有 一样的家 对对一样的家 超市不是 跟超市没关系 超市都睡一样 这边有一个叫高架西路的山 什么麦德龙 他们其实也是会员制的对吧 麦德龙也有一家 但是疫情的时候都没办法送啊 对 他们自己的东西也进不来呀 对 疫情三个月真的这种东西 多惨吧 对 虽然没有饿过 还是这么想这样 没饿都觉得惨 要是再饿了就会觉得更惨 对 可能就是跟炕着这个是差错 我觉得 那会之所以跟炕着战士有 就是因为还吃得上饭 真要吃不上饭 你说可能跟站着机差不多吗 嗯 我站着机可能更糟糕 所以因为他得去打炕 我过去空箱车吧 还是得开那么久 我看他都没有走这种的道路 对 他不能上高架 他没办法停啊 没办法去空箱站 他就是得走地面 嗯 上海有那种快速空箱吗 有 就浦西那边有 我上次往浦西那边开 然后有一条路是红色的 整个地面就很红色的 那条路是整 四条车是不能上去的 就整个那条路车都开 对的 像一般的国家车车呢 就是它有限时嘛 几点几点高分期的时候 你不能占用国家车道 那条车呢就是 24小时你都不能往往开 哦 哎 有时候这种隧道线线那个速度 但好像上海他们说其实在全国来说拍这种道路线线拍的不算演的 其实他其实也没人拍的 那一款线线八十 还快了 像有的地方靠这个是一向巨大的收入 所以就忍着在上海混吧 混到可以那个财务自由了再回去 回去了想干点啥干点啥 能努力吗 好吧你等我努力吧 哈哈哈哈 现在好几个这个高架球层都没有了 以前这种都没有了 终于终于我都没有什么东西等等 就很舒服 既解决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年的就业 又赶上了民手 又赶上了民手 既然是中国人 包括了民手 不是真的 有民手 但他曾经被捡,是在去的 是英文艺 偶尽 是最后的一天 他更留意 也会在一段路线的内容 有一天 任何小小小的物业 你都好久不出门了 叫都叫不出来 还不错 还让了让你 因为我第一次走 我以前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高架的 好久没有这么开 未来还是挺好坐的 或者是30多万的车 可能坐起来都是这么舒服 一分钱一分货努力挣吧 你看这个级别的车 如果是BBA 就是王马奔驰 那套第一的话 那肯定上百分左右的级别的车 李斌 他老婆 央视的一个出镜记者 什么 就像李斌那样 对 就长得漂亮的 因为出镜记者都是长得漂亮的 对 我是有一次刷YouTube刷到他采访那个胡靖 你知道吗 张子怡的同伴同学什么什么那个胡靖 我已经嫁了一个什么马来西亚 哪里的 拿都 对 嫁了一个马来的马都 然后 拍他跟他儿子 胡靖就说他儿子 你以后想当YouTuber 然后底下的翻译就是 你以后想当网红 因为他那个节目应该是在大陆也播的 他以前 对